要不要上來先示範一下 耶 很暴躁 示範 示範 很暴躁 不直接懲罰 不是要講完 先抽 好啦 等一下 我們不要去哪裡 你先講 我沒問題 先講 不要破壞規矩 好 對 還是要 預備 好 沒過 來 抽 抽 懲罰 瓜哥 是 好啦 我 告解的對象 在我讀書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在大學的時候 我是從台中北漂的少年 然後大家也知道台北租屋比較貴 對不對 那時候家裡是沒有給我零用錢的 然後我又騙媽媽說我住宿 其實我是住外面 然後我租了一個月租 大概兩萬塊的這個 還不錯的 很好 兩萬塊 兩萬塊 千人 好 錯了 這樣就要先抽 你好 兩萬塊 算不算 兩萬塊 先抽 抽 好 我先抽一個 好 處罰 你的父親 什麼 沒有 打到 什麼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 採集 看我直接來了嗎 真的把機物擺得非常長 沒有 直接拿手 直接拿手 來 謝謝 謝謝師傅 好扯 直接 這個跟我來 不是 真的是故事要講得還不錯 就 看我的天啊 我的天啊 好痛 我們同學好團結 當然 為了你 轉身要不要 這個會擠人 要在上面做瑜伽嗎 沒有 剛剛好 妳剛剛還沒講完對不對 還沒講完 就在上面邊走邊講 對 這個好 真的不錯 讚 好帥 怎麼會這樣 你的襪子好酷 好 預備 要 好 我偷襪 太難了吧 對喔 不會痛 對 對 他在 對 對 偷襪子 我錯了 對不起 不能啦 這個就夠痛了 沒有啦 真的嗎 真的 哇 還有 妳先試踩看看動物 我太硬了這個 太硬了 這可以變成滿新的石刀 大律 啊 啊 好強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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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要講故事喔 好好 好 還沒 可以可以 然後 妳住兩萬塊 然後呢 然後 因為我付不起嘛 然後我知道房東 房東 房東我知道他有養貓 然後呢 那時候他就還敲我的門 說你房子為什麼還不繳 我知道他有養貓 所以說其實 我就騙他說 其實我有一隻貓 我有養 他生了重病 他在家務病房 可是那個 你也知道 陳臉的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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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需要很多醫藥費 所以我都把錢拿去 繳醫藥費 所以我根本就 我把他繳 好痛喔 所以房東我錯了 我就騙他 然後他就 他讓我極限那個方塊 好可怕 然後呢 有一次我為了要真的 再騙他多一點 他說你到底要不要繳 所以我就 然後 然後我把他帶去 給他看說你看 Mandy回來了 Mandy Mandy 他抗復了 他這是什麼 對不起 講完了 真的 真的沒辦法講故事這個 好了 好了 講完了 把他講完就走過去就好了 好 好 還要再走過去 有 不用了 可以了 好啦 謝謝 我想說你會答應我 謝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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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我 好 好 我